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华盛顿特区内坦尼亚湖入住的酒店外面 支持巴勒斯坦的美国民众在举行抗议活动 原因是内坦尼亚湖在几个小时后会在美国的国会进行一个演讲 而美国国魂山外面也发生了不少的骚乱 我可以看到警察在处理一些比较极端的抗议者 然后还有巴勒斯坦的支持者在焚烧美国的国旗 据说这次内坦尼亚湖到美国来演讲这个事情比较仓促 而他的目的呢 当然就是寻求美国的支持来持续他与巴勒斯坦的这次所谓的战争 那为什么内坦尼亚湖要着急王荒的突然来到美国到国会去进行演讲呢 原因也自不必说了 前两天的这个事件 巴勒斯坦前两天在北京14个派别大团结签署了一个所谓的北京宣言 那说来啊 这14个派别其实就分为两单类 一个是占据加沙的哈马斯 还有在越南河西岸的法塔赫 当然法塔赫这边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代表巴勒斯坦的一个政府啊 一个权力机构 那么他们谈的成果是什么 其实就是哈马斯承认法塔赫啊 然后法塔赫承认哈马斯双方取消这种敌对状态 在战后呢 建立一个联合政府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团结的宣言啊 那有人就说了 其实他们这个协议啊 签了不止一次了 已经这十几年前已经签了九次这是第十次了 那么也就是说前九次都是在签署之后很快就作废了 那你说内塔尼亚湖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对吧 为啥这一次他就慌慌不择路直接就跑美国去 然后寻求支持呢 其实你说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的撮合 签线搭桥就有什么不一样吗 就个人认为啊 他确实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重点 首先我们说这个法塔赫跟哈马斯啊 法塔赫这边呢 其实一开始跟以色列也是真刀真枪的啊 干了很多年啊 但是他们确实是因为打不过啊 各方面资源有限 最后呢就不得不去接受一个既有的事实 就是被以色列部分占领啊 然后双方在这个原本的巴勒斯坦土地上 共同建立各自的国家 然后和平共处 这也就是阿拉法特和拉宾在克林顿的协调之下 他们做的一个和平协议 在1993年的时候应该叫奥斯陆协议 但是其实他们内部的反对声音非常的强烈 不管是以色列这边还是巴勒斯坦 那么在巴勒斯坦这边呢 大家就想啊 你这个巴勒斯坦的领土都是被以色列人强行战友走的 那你这个法塔赫 你为什么要就接受这些现实呢 那你显着就是 那从我们这角度来来代入一下 那就跟我们抗战时期的汪伪政府一样啊 那你这个政府都不具备什么合法性了 你简直就是卖国求荣啊 对吧 那这里面最大的一个派别 就是哈马斯 这个反对派里面最大的派别就是哈马斯 所以这也是哈马斯的应运而生 从这也能看出来 法塔赫呢 他是一个相对世俗的啊 相对一个接受现实的这么一个 比较平和的政治理念 而哈马斯呢 他们的政治理念 包括他们的诉求啊 还是说要将以色列彻底赶出巴勒斯坦的领土啊 这是他们对立的这个 一个一部分根源所在 我们谈完了他们在政治理念上的这种冲突根源之后 再谈谈他们背后的各自支持者 其实你看中东啊 不管是巴勒斯坦这两派 还是说中东啊 他其实都是被美国啊 他分为两派 然后再进行一些斗争 再进行一些内卷 而美国呢 就可以在中间做一个平衡啊 然后坐手于力 有时候一方强一方弱的时候 那弱的一方快被收拾的快不行的时候 美国又会想尽办法去平衡这个关系 那么啊 中东是这样 巴勒斯坦也是这样 但巴勒斯坦的这两派呢 实际上哈马斯是由伊朗这一派支持的啊 那个法塔赫是由沙特他们这边支持的 所以也就是说巴勒斯坦这两派的这个斗争啊 这个争夺啊 实际上也映射出了整个中东的局势 大概都是啊 由美国在下这一派大旗 那么我为什么说这一次 他们签署的这个北京宣言啊 跟以往每一次都不同呢 首先第一点就是 他们背后的大哥 其实在中国的缩和下 已经在一年前啊 已经在北京握手援和了啊 他们已经开始讲和了 并不是一个绝对对立的关系 也就是说中东 自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已经逐渐走向了一个 从分裂 从内部斗争 到一个逐渐和解 逐渐呈现一个团结的趋势 那么整个中东都开始走这种趋势的时候 那么巴勒斯坦这个地方 他当然也会啊 走这种趋势 毕竟身后的大哥都握手了 那小弟之间 当然也不可能 长时间的去坚持这种斗争啊 除非这两个大哥就没有真心的想要团结 想要和解 那我们再往深处聊 其实沙特和伊朗的和解 中东 整个中东的和解 那都源于中国已经腾出手来啊 开始介入中东事务所造成的 之前 其实美国不光是在中东搞这种 分而置之啊 搞这种两派你 你斗我我来斗你 然后美国在居中调停 然后获取利益 他在每一个地方 他都是这样 不管是在东北亚 还是在我们中国 还是在任何地方 好吧 在我们这边呢 就是台湾问题 钓鱼岛问题 包括我们内部的问题 他们一直在给我们找问题 让我们呢 也在这几十年时间里面 一直在批于应对 对吧 但是呢 这几年不一样了 我们慢慢开始腾出手 也可以进入到他们的一些核心领域 核心地区 去做一些博弈了 那中东 那绝对是属于他们的核心 核心地盘了 就在这个核心地盘里面 我们开始与他们对着干了 那你 你不是要搞分而置之吗 不是要搞这种两派斗争吗 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我们要做的就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 我们来进行团结 这个世界的趋势就是这样子 人们 人们本能的其实希望的是团结 然后大家和平共处 然后大家有钱一起赚 对吧 我们何必要斗争呢 其实没有人愿意这样子做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和没有 也没有任何一个派别 希望这样子 而这种斗争 这种不断的内耗 其实就是美国的一种战略 而我们的战略就是站在它的对立面 况且 这还是在一个人们希望的这样一个方向上 所以我们 所以我们在道德上 我们在这个局势上 天然的就占有这些优势 所以说 这一次 为什么北京宣言跟前九次不同了 原因就在这里 明镜需要您的转发